少女的欧派被人一刀两断 瞬间从世界杯变成飞机场 眼看自己的尊严就要露显 只见她利用史莱姆特性 快速让欧派顺利回归体内 并将罪魁祸首的敌人斩杀 就在不久前 暗影大人在试炼场装逼 导致圣域大门突然开启 无论她移动到何处地方 都会被大门紧紧跟随 无奈的她只好进入圣域 而在试炼场地的公主等人 也被暗影花园的人所包围 即便有着大主教的阻止 阿尔法还是率领部下进入圣域 危急时刻秃头主教召唤杀手 对暗影花园的人发动气息 谁知下一秒就被反杀 在将秃头主教带入圣域后 仅剩的两位公主也义无反顾进入圣域 却正好摔在贝塔的身上 在阿尔法的带领下 众人来到圣域深处 传说此地封印着英雄击败的魔人 迪亚波罗的残骸左臂 而暗影花园的目的 正是要调查迪亚波罗教团的目的 寻找埋藏于历史黑暗中的所有真相 阿尔法卸下自己的伪装 竟与英雄奥利维尔有着相似的外貌 秃头一眼看出阿尔法是恶魔附身的精灵 却不明白他为何还能存活 原来经过调查发现 教团的目的不只是复活魔人那么简单 如今他们将要共同去见证 邪恶教团的真正目的 只见阿尔法利用魔力 轻松打开被封印的大门 曾经这里发生过大战 尘封着无数古老记忆 以及魔人的怨念 与此同时 男主打开一扇大门 遇见先前战斗的世界最强魔女 并使用武器让他恢复自由 两人决定互相协助寻找出口 圣域乃是古老战斗中建造的记忆牢狱 只要破坏中心的魔力核心 一切事物都会消失 那样就能走出圣域 即便无法使用魔力 男主也没有丝毫畏惧 毕竟他最擅长搞破坏 就这样两人开始寻找出口 遇见曾经小时候的魔女 看着正在哭泣的女孩 魔女狠狠赏赐了一巴掌 并告诫他哭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而在另一边 阿尔法等人也来到教团的实验室 曾经教团大肆收集孤儿 成为恶魔附身的实验品 大部分孩子都因无法适应死去 只有极少数女孩子幸存 奥利维尔是适应者之一 教团将魔人的细胞 移植到孩子们身上 表面上是为了对抗魔人 实则是想获得力量统治世界 最终奥利维尔不负众望 成功斩掉迪亚波罗的手臂 随后被赋予新的任务 榨取新的迪亚波罗细胞 在奥利维尔的心中 一直坚信前方是和平的世界 然而教团的目的并非如此 他们利用剩余物封印手臂 榨取血液进行研究 只为得到迪亚波罗惊人的生命力 在实验中生产的红色药丸 正是教团成员提升力量的关键 由于药丸副作用很强 教团继续研究新型药品 成功造出闪耀红光的药丸 只要舔上一滴就能得到巨大的力量 和长生不老的肉体 一旁的秃头正是实验负责人 被狠狠折磨的他 交代出药品名为迪亚波罗的水滴 即便药丸的力量很强 却也有着两个副作用 水滴必须定期服用才能保持效果 而这种药的产量很低 一年只能生产12滴 正是教团干部圆桌骑士的数量 由于至今没制作出水滴完成品 所以教团疯狂抓捕英雄后代 猜测他们是完成药品的关键 看着教团的真面目被揭开 秃头主教正要奋起反抗 却被德尔塔给一刀洞穿 扔进下方的水池之中 然而猎物并未彻底死亡 秃头展现自身真正实力 利用圣域的防御系统 将所有人全部隔绝开 一场大战也即将开始